咱们能不能把大秀的时间 推迟三个月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重新说一遍 他怎么还没走 风总马上到了 老婆 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我可以的 你去上班吧 一定要记个喝水 这里有水 你老公是不是有点反过激亚呢 你得有什么意思 这叫爱的表现 就像他跃现了 我也有特殊的沟通技巧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这位是 你不是说一切尽在场合中吗 我是温总监的助理 我先要恭喜一下温总监 恭喜你人生即将进入下一个新阶段 谢谢你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看到了你穿那么高的高跟鞋 这哪像一个快要当妈妈的人啊 我先要身体例行证明 鞋子的鞋真的很好穿 有很多现实问题 逼着你不得不做退步 就比如你们为了除甲犬 耽误了公实 不就是一种退让吗 除甲犬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说是韩总监让做的 我当然知道了 这不就是您派经理人来的原因吗 说实话 我从怀孕到哺乳期 快两年没有工作 家庭跟事业 至少在这一年 你只能选择一校 然后我再来 温总监 您丈夫给您来电话了 要不要接一下 没关系 你先听电话 好好考虑一下 慢点 慢点走 慢点走 出甲犬是怎么回事 秀场的质景那么多 甲醛肯定超标了 检测寒量达标的 可你在那儿待的时间长啊 所以你就偷偷瞒着我 找来了甲醛治理公司 你知不知道这会影响 大秀的举办时间 我觉得刚才那个冯总说的有道理 创业对于你现在的状况来说 太辛苦了 咱们能不能把大秀的时间 推迟三个月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重新说一遍 一来是让你的状况再稳定一些 二来让装修材料里面的 有害物质再挥发一点 而且现在秀场的事实 都要你来做决定 这真的太消耗精力了 我好像不太舒服 我最近老是不舒服 就是这场秀给累的 你就没有想过是你让我生气的吗 我 以前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都好了 你控制这个 你控制那个 你连我大秀的举办时间都要控制 我的投资人资金已经到位了 场地跟摩托都已经找好了 我钱也花了 你现在让我延期 你觉得可能吗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你是为了我的安全 是为了她的安全 你们是一体的 这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现在在你眼里 我只是她的妈妈 我不再是温柔 善良 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我现在离我的梦想 只有一步之遥了 你现在让我延期 你觉得可能吗 你的梦想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实现的 更不是声势浩大 赢过半年你就能赢的 你都知道还让我延期 都得出 n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K recommend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